大家看一下啊 这人们RC9350现在已经着火了 声音特别雄厚啊 特别有力量 特别的帅 东壁在下降 这是真正的国之重器是吧 对 国家是最大的 世界第三 中国最大 对 它电传动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节油率会特别好 维修保养成本低 维修保养成本也低 因为他们没有了一个变动箱的环节 没有变动箱也没有推动桥 直接是电传动用 直接电机是在轮上 对 而且这样的动力传动的时候 损耗也特别小 对 损耗要少 所以它应该效率也高 对 是吧 干嘛小小 厚点 这个导容从四八可以做到三十里左右 二十六 二十六是吧 四八到二六里吧 对 单产额定重量三十五吨 要极限试过吗 极限的达到多少吨 它这是额定的载核三十五 极限的客户有一定的超载范围 大概在四十吨左右 大概在四十吨左右 就是说 有个说四十吨是合理的超载范围 如果极限的话应该还能往上涨 是吧 对 它额定载核 它总有一定的负义量 我们这额定载核是三十五 不能让一台设备完全超负荷的 满负荷的干活 对 你短时间的超载是可以的 如果长时间的话 或者满负荷对设备整个性能 或者说使用寿命 都受影响的 对 它破坏就非常大 就像一个人 你长期在超负荷的影响 可能就水排比较大 对 应该要有一个机动性能 还有一个矿动机功率的一些动力储备 是吧 对 其实正常应该达到百分之七十 就是完全可以了 是吧 对 呼唤率能到百分之七十是比较高的 像挖机的呼唤率 一般的也就在百分之六七百转 最高达到两千左右短 是吧 对对 对整车整机性能的一个转速和功率覆盖范围的区间调效 你还说相对来说比挖机又难一些 是吧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在快手平台上 到今天早晨8点的时候点击量就将近30万 点击量特别高 像洞壁上做了一些像掏空的设计都是为了减重 是吧 合理的减重 当然我们这个就是通过有线源进行分析 它不是说你感觉上拿来需要挖的 它是让通过有线源分析来用计算机显示 这里需要挖掉 那里需要挖掉 根据一些就是说 在这个结构件上出了一些传感器 用一些那个力量数据传递来的数据进行收集 是吧 它是通过有线源分析 通过加载之后 将计算机来做 哪里是收力最小 那既然收力最小 我就把它挖掉 收力大点保留 对 这样局部该加强的加强 该减重的减重 对对对 要对整车油耗 还有自重上都有一定的 对 本来是举生这一块 如果举生 你额外的东西越少 它载重量越大 对对对对 属于是减重增贺了是吧 对对对对 驾驶人们这台设备的驾驶员是哪位啊 我们那个大师 我们这个是 呃叫技能 叫徐工技能大师 徐工技能大师 技能说他应该是全国劳动员是吧 对对 全国劳动员 武艺劳动员奖章获得者 应该是咱们的刘师傅是吧 对对对 他这个上容易比较多 三年的光环比较多是吧 对对对 好 对对对对对 这期呢 我能希望 各位总裁 pped 还 回来 上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